原来电影《再见爷爷》中藏着这么多惊喜 导演在电影发布会上说到 《再见爷爷》中会有一些未曾公开过的福宝和爷爷在一起的画面 比如送别当天重逢当天 导演会在电影里放出那些没有公开过的值得珍藏的画面 其中让导演印象最深的就是江爷爷和福宝再次相见的那个场景 重逢的那天福宝向着江爷爷走过来 导演刚好站在江爷爷后面拍下了那一幕 那个画面没好到让导演激动的心脏都要炸裂了 听完导演的描述姨们对这部电影是不是更加期待了 同时宝家族的其他成员也会有各自的故事线 其中我们的狗狗会是电影的笑点担当 为了拍摄这部电影 导演可是吃了灰宝不少的拳头和闭门羹 所以这是一部泪水和欢乐并存的大电影了 导演在电影发布会上还讲述了关于江爷爷离别当天的情景 原来福宝回国当天江爷爷一直在强忍着自己的眼泪 导演说到离别当天摄像机一关 强忍了一天的江爷爷再也绷不住了 短短两天时间内妈妈和福宝都不在自己身边了 无法想象爷爷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想想都要崩溃了 但是江爷爷作为公司的前辈以及宝家族的大家长 他有自己的责任和担当 他知道自己必须要顾全大局 不能带头领着大家一起痛哭崩溃 离别当天还有无数远道而来的嘉宾和客人 他们都是珍惜和喜爱福宝的粉丝 比起先照顾自己的情绪 江爷爷更想先照顾他们的情绪 所以当天在镜头前江爷爷一滴泪水也没有滴过 直到摄像机关掉的那一瞬间 江爷爷再也无法止住泪水 默默地哭了很久 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江爷爷对福宝的感情比任何人都深 也许以后爷爷还可以重新再养其他的大熊猫 但他们都不是那个叫福宝的孩子了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